来到妄想世界了 今天都很精彩了 今天股市1400点 最高曾经去过 中间就跌过一下 就是回回 不要说跌了 回一回又再上1300点 如果大家想看 我patreon那边免费 其实有免费的频道 可以下面的连续按下去 我昨天已经讲了这件事 是怎样看的 因为很多人分析都很奇怪 所以我讲了我自己的想法 你可以去那边订阅的 免费的 美国人都不信美金 怎样看得到呢 很有趣是吧 美国人现在抢厕纸 感恩节来着 圣诞节若果没算期 真的厕纸都没有 真的不是开玩笑 你以为美国里面有很多厕纸厂吗 当然没有 很多工业都没有了 美国这么大都要入口 美国不是一个大个吗 连赤子都没有 真的 真的这样的事真的发生 你不要说我 还有外资看错事了 外资一向是全球 他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 这次他们输成500亿 只是这次中资股呢 就输500亿 不少大额 大额都输钱了 那究竟看错了什么呢 还有除了盲抢厕纸 抢什么呢 很有趣的 那时候 少康那个人就说 复射啊 复射盐啊 抢盐啊 那竟然美国人呢 都是抢厕纸的 那因为那个港口罢工的问题 因为西岸和东岸两个一起停了 糟糕了 就是堵了这些东西 他现在每一天都在烧钱的 他很投行的 那拜登出不出手呢 那你民选的嘛 是不是啊 你做总统应该出手了 是不是啊 拜登已经说了 我不会理这件事 哈哈 好搞笑 我听到你觉得 哇不是吧 你现在都是现任总统啊 大哥 市民没厕纸的 大哥 没厕纸真的怎么办 就是你不要说笑啊 有时候有些东西呢 你每天用的供应很稳定呢 你不觉得是一个一样东西来的 就是你觉得是这样的啦 但是当你没有的时候呢 你都挺投行的 没有厕纸你真的 你真的不是 不是讲笑啊 比起其他东西更加重要的 好了 那除了抢这个厕纸之外呢 最近呢 Costco呢 有一样东西 抢到没了的 那大家应该听都没听过的 就是抢金牌啊 那这只金牌呢 就是抢到没了 它们或者是会补货的 现在去到一成两万七元 对啊 那一盎司 那哇 好厉害啊 但是呢 美国不是说 就是股票很厉害的吗 那些人呢 学历很高的吗 那没理由会抢金的 金是很老土的东西来的哦 不是买比特币的吗 不是抢到比特币没有的吗 反而走去抢金 那么有趣 那样 啊 真的所以呢 他们呢 就看到一样东西 不信美金 就是它现在明白美金在做什么了 现在到 就是它死撑了两年了 那我也有条片说 为何要加息呢 其实一模一样 我说了这件事了 那么就顶顶顶顶了两年了 哎呀 现在不行 那么就立刻要减回了 那些人都不信美金 那么它知道接下来呢 又是大幅贬值的 为什么现在每个人冲出来买东西呢 就是 哇 大哥你又来 不好了吧 你可不可以省回那些钱啊 不要花那么多啊 那么它现在呢 如果省回那些钱呢 其实又会进入了另一样的死循环的哦 你不要以为它很过瘾哦 啊 如果它现在花少点钱啊 那你就是说呢 公共服务没有了哦 啊 就是说呢 警察又要少点啦 医务人员又要少点啦 就是政府部门要少点啦 那你不要说笑 美国最大的雇主就是政府 那么如果出现这件事呢 就会有一个死亡循环 就会很大事的 那么 看看会不会真的出这一步啦 但是接下来呢 最大事的就是 就算哪个选到呢 他都会大幅加税的 那么这件事呢 就很损害经济 因为这个呢 就当时是出现过这些情况 那我patreon里面再讲啦 这个太长了 那么好了 就哪个输钱呢 就是中概股啊 沽空中概股啊 因为哇 你看到他升了几千点 我还不沽爆你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仍在这个模式里面 那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开我台啦 或者你最近才订阅啦 我由我开始 我description那里 我自己description也有讲啦 就是我曾经沽空输了四百万现金 千万不要沽空 所以我这个台的值钱呢 最少 就是值四百万 因为我真是亲身经历 衰了 哎呀真是很好笑 那时候呢 我就是信了传媒说的东西 为什么我当时会沽空呢 就是信了传媒说 哎呀 虽然香港肯定下跌到七千点八千点的了 那时候真的一直不停下跌的 那时候又是 不知道两万点 两万多的东西 然后我跌到 好像一万二千多 一万三千多 然后那些人就说 哎呀跌到七千的了 我刚才年轻了 小时候呢 找到钱呢 但是又不懂啦 不懂投资这些东西呢 那你就真的信哦 信传媒说的 信那些大基金的经理说的 哎呀真是傻子 尤其是美资呢 你不要信他说 他说的东西呢 你真的要三思再三思再三思 回去再想一下 那就是那次沽空 输了四百多万 当时四百多万呢 真的可以买两层横腐皮 真是很笨啦 所以我这个台呢 就是我原本的初心 我希望呢 将我经历过的事情 我真是想跟大家说 有些事情千万千万不要做 甚至在那时候 很低位的之前呢 前几个月呢 我都叫大家 喂你不买就算了 你不要沽空啊 沽空有个很致命的 的fundamental 有个很致命的底层浪辑 你不应该沽空 那这个又是到时再说了 那接着呢 那些人都站出来就示威啦 不上班啦 喂大哥你这么贵的 那些薪金还要示威 现在都想着用机械人 取替了你们的了 那你现在还要 又要加薪又成 你说他会不会就范呢 但是呢我就觉得呢 这件事呢 就是我个人意见 不代表对不对 这件事很快就搞定 这件事呢 这个办公呢 不会很久的 为什么呢 也不需要抢东西 因为其实呢 他们已经是谈了几个月 知道谈不完的了 所以呢就要出来呢 就说要准备好一些货 其实那些抢东西 已经是准备了货的 其实不需要抢的 应该足够的 但是呢就这样 就是之后的折日那些点呢 就不知道啦 那 怎样都好啦 应该很快就谈得到够了的 没理由叫大家一起坏的 到时会有很多方的压力去挖船的 应该搞定的 所以不需要那么担心 这件事肯定是暂时胜 就是不会很久 那就是大家看看会不会啦 我希望都是尽快搞定啦 因为我都想吃一下这个 美国来的车尼紫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当做呢 不知道 就是美国橙都是好吃的 美国橙我也是很喜欢吃的 那 那美国不是说呢 最要自由贸易的 但是你想一下 他们讲的东西和你做的东西 是不是一样呢 我都说他们很贪心很贪心 就是他什么都想立了 美国就是想做大佬 就是什么东西都想立了 那他就看到你 好了那么多 你们各样东西都好了 经济又不错 他肯定是唱衰你了 确实说你不行的 他确实说你什么都不行的 如果你相信他就真的麻烦了 就是你要明白你自己的价值在哪 就是一个人呢 最重要是自己知道自己的价值 就算人家诋毁你 你不用理他 当听不到就行 做好自己的事是最重要的 那好了那看看美国这件事会什么时候搞定 希望呢就快点搞定 达成共识 大家全球这些物品就自由流通的比较好 其实他怎么加呢 他一定是损害自己的经济 他加关税是很愚蠢的东西 加关税不是中国给 是他自己给 那希望这件事就快点解决 总之呢每件事呢 想清楚才做 不要听传媒 这样说就说是 其实你想清楚呢 其实很简单的 这件事 好了那些有用呢 赞得出来给朋友啦 下面留言讨论啦 如果你觉得我不够 我想Patreon 详细一些 你正在做些什么 或者什么 可以进去看看啦 不过这些都是很个人的一些东西 有些东西又不可以太公开在外面说 又被我老婆骂 那些就留在那里说啦 那希望大家支持 还有多了一些super fans 多谢他啦 那你们有特别问题 可以在下面问问我啦 或者加入Patreon 有免费版的 那也都可以跟我聊聊天